就在上周 我玩了一款可以修改器都打不过的植物弹眼僵尸 看着满屏的鬼际僵尸一次又一次的趴进我的花园 我捏紧了拳头 这僵尸既然我打不过的话 说说这个游戏的作者我应该打得过 不是应该可以好好沟通一下吧 那再加上了这个改版作者DDS12的好友之后呢 我们也是进行了非常友好的交流 收到了他发给我的五字天说 聊天气泡你可以接地气 但是能别偷地府吗 这到底在说啥玩意儿 在这场沟通之后呢 作者DDS12也是告诉我之前那个改版比较旧了 让我不妨玩玩它新作的一些改版 例如这个 原问号版 那之前呢有好粉丝给我推荐过一些改版啊 我都是玩的比较自闭 而这次呢是好作者亲自推荐 那肯定就不一样了 进入游戏 和上次1-1就有一堆诡异的僵尸不同 这次右边的僵尸之用非常正常 这就对了嘛 天天搞那一剑玩意儿干什么 诶 这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僵尸手里还拿着一个僵尸 套玩是吗 而且这个数量 你认真的吗 僵尸来开派对了是吧 诶 这不会有像上周那样1-1打几个小时吧 诶 别乱搞啊 大哥 诶 哦 这就对了嘛 这才是精妙的关卡设计 第二关 草坪从一条变成三条的同时 我们还获得了两个额外的玉米加农炮 诶 这也太爽了吧 那作者呢也是告诉我 这个是我们的好邻居大夫 援助我们的玉米炮 当我们面对1-2那帮鬼样成群集中的僵尸的时候 这个玉米加农炮可以帮我们轻松取胜 但如果没有这个玉米加农炮的话 我还真顶不住这帮僵尸的进购 那数量真的是太多了 最后一波 用我们的玉米加农炮给他们最后一击 行喽 诶 这什么东西 有点像特殊关切的传送带呀 诶 这从哪来的呀大哥 是这个传送带上送过来的吗 诶 好家伙啊 你这整个头都变成传送带了呀 好嘛 你这头应该是僵尸里面最宽的了吧 那这个传送带代代表呢 不仅能召唤许多僵尸 还有着高达8000滴血的血链 一发玉米加农炮 是根本解决不掉下来的 非常难对付 但还好呢 这一关我们推车都在 就让推车哥来劫住他罪恶的一生吧 行喽 第三关 这一关呢我们遇到了 变迁路障僵尸 他的整个脑壳都变成了变迁值 那么这哥们和普通的路障僵尸的区别是什么呢 大家看这里 我这边两个弯豆射手 打一个变迁路障 还放了一个向日葵指挥官拦一下 但是根本没用啊 完全挡不住 咱们只能用杖灯泡来炸他 诶 诶 李死杰还吃了我一个弯豆像是 你这过分了吧 诶 不是 我这刚解了一个 你又来一个吗 中路也有 诶 这我怎么解呀 诶 那在变迁路障的猛烈进攻下呢 我是三路飞车全丢 不幸中的万幸士 我们的阵容慢慢组建了出来 如果不出意外 最后一波应该是守得住的 来了 先用樱桃炸弹炸一下前面的变迁哥 怎么 后面还有什么 我还有加动炮 不慌 给我砸 再来一个 谁呢 最后一波 刚才这不是最后一波吧 诶 别送人来了 大哥 啊 我现在没樱桃炸弹也没加动炮了呀 完了 刚才推车还掉了 诶 不是 不是 大哥 你他妈 重新挑战 这关的重点其实是合理运用加动炮 要是像之前那样随手乱针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要利用加动炮和英特射炸弹 一次解决成群的僵尸 而且大家要注意啊 变迁路障哥跑的比普通路障快很多 咱们一定要一起解决 不然又得吃息 那掌握技巧后呢 这关就很简单了 最后用小推车盖掉传送带 获得了五箱弹 而这个五箱弹它也不一般 这个改版的五箱弹在雪亮见底后呢 会化身窝瓜砸扁僵尸 尤其当我们面对这双成群结队的僵尸时 这一头砸起 那简直太舒服了 再配合着我们的加动炮 第四关呢 也是轻松解决 就在我以为这个改版的难度 也就不过如此的时候 第六关来了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的加动炮它不见了 估计是被代夫这个尖杀收走了 而僵尸我们则是遇到了 层杆跳僵尸 还有玉米层杆僵尸 你这玉米棒子从哪来的呀 呃 难不成是偷的我的 那这哥们儿在翻过我们的植物后 会产生爆炸 然后生成一个套马僵尸 就是咱们在一杠一剑的那个 而且它撑杆跳的距离 极其之远 大家看 它的弯度小时离起跳 我直接进去了 这他妈有点强的过分了吧 咱们之前玩的干嘛 它最多跳的距离 也就是远一点 或者怎么样 它这个技能也太多了吧 而且最难的点 还不只是这个撑杆跳 因为原问号板 它的僵尸数量是8倍出怪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情况是 开局就来三个撑杆 那这种情况 你解不解 不解的话 推车就直接掉了 那解的话 你怎么解啊 这三个可不是一路的 而且他们撑杆后 还能生出一个套马僵尸 就算我这里用 下车会指挥官 把上面的杆子骗了 然后再用有吸附效果的土豆 来把它们吸过来炸掉 那上面的僵尸怎么办 你不要以为这套马僵尸 一个关的时候就能解决哦 这根本真的很肉很肉 不过这个时候 就有聪明的观众朋友会说 那他们不就剩俩了吗 你慢慢解决呗 哼 年轻了吧 来同学们看右边 下一波已经出来了 下路的就算你先不管 这上路又来两个变迁路障 角色飞速冲锋 面对这种情况 我用尽了钱包里 最后剩的150阳光 请出的樱桃炸弹 有用吗 哎 有用 但下一波他又来了 怎么解 第二行的变迁 两个弯的时候都解不掉 猪猪的两个套娃 那你必须要放五箱弹来挡 下路就够没用说了 一个玉米棒的 一个变迁 乖乖丢车就完事了 那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利用土豆雷的特性 这边吸附僵尸 炸一波大 一次运气好 可以锁住三条路 但问题就是 你这波刚解了他们 下一波他们又来了 那就算你早就准备好了 樱桃炸弹干掉了他们 哎 下一波他又来了 这次拿怎么解呢 小推车拿来吧你 在第一波骑士之前 就丢了四路车 而且这还是我们没什么失误 用解牌用的很好的情况下 那接着呢 这一波骑士的枪势来了 大家看人家这阵容 别提传送带了 你就说这么多春干 要怎么说 直接吃洗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我花车会就这样 轻易放弃吗 是会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当然要进群里挑战了 那在不断的挑战之后呢 虽然我的操作日益精进 失误也越来越少 但没什么用 别提大玉米棒子 只要一个变迁路杖 或者套娃角色 没及时水掉 那都非常难解 那其导致的结果 就别说是第一波旗帜了 可能下一波撑干掉 就可以直接吃洗 这个时候 我开始调整策略 有的路呢 我们直接放弃啊 例如这一局 我上路就不要了 然后一条路中三个 甚至更多的弯豆射手 先保住能保住的路 为后面做准备 有用吗 有个屁 来看看中路 哎 直接吃洗 就你保的那条路 都会被别人随随便便打穿 他们只需要在你解盘 交完的时候 来一个玉米棒子就够了 更自闭的是 很多时候刚开局 就来两三个打玉米棒子 有的人开局就已经没了 那如果你运气足够好的话呢 甚至还可以一局碰见四个撑干 像我现在一样 这TM的 那同学们可能会觉得 花生那你要不要开修改器 打打算了 这款实在太恶心了 那说实话呢 我也想过开修改器 像你难度 但此时此刻 我就感觉像是 在剪一道很难的数学题 我在明确知道 它有解之后 我就不太想去搜答案 或者用计算器了 而固执的代价 就是失败 一次次的失败 让我越来越烦躁 几个小时的时间 像水一样 被1-6这块大海绵吸走 这不仅影响了 我视频剪辑的流程 更影响了我的生活安排 但我就是很不爽 我就是想打赢这一关 第二天上路 我接着挑战 这局的开局并不顺利 我只能用土豆雷 吸附敌人 先缓解一下 第二波僵尸接踵而至 先用一套炸弹 解决下路的消失 再在上半局 用土豆雷控制 这里大家注意一个细节 首先是第二波 没来撑干 给了我很大的缓冲空间 其次是我在这段时间 已经中了一整排的消失贵 保障了阳光的供给 那后面呢 我也是基本没失误的 应对了各种场面 但到最后一波之前 我还是丢掉了三路的推车 联想到下一波 其次的僵尸数量和难度 这一局已经很难了 下一波来了 因为丢车比较晚 所以僵尸只出现在了二五路 掉退车的同时 干掉了传送带 游戏还没结束 其他路开始有僵尸入侵了 而且这数量一点也不少 这个时候头脑要冷静 用向日盔骗干子 然后等其他承杆过来之后 用樱桃炸弹 解决到二三四路的全部承杆 再看下路 当他们到九宫阁的范围之内后 利用土豆雷吸附的特性 干掉三四五路 成群的僵尸大军 这一颗雷 价值千军 那最后剩上了几个喽啰 就不足为惧了 我们的樱桃炸弹 CD已经赚好 起内 那此时的我 虽然心中有胜利的喜悦 但却也非常的疲惫不堪 尤其是看到一杠七熟悉的运营棒子 熟悉的变迁路障之后 我真的已经太心累了 我不想再战斗了 我只想让僵尸洗内 既然植物是有极限的 那我就不做植物了 我直接用15H召唤全部僵尸 然后 全给我洗裂 啊 舒服了 那视频的最后呢 也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原问号 这是作者GDS2 还在内侧没有做完的一个版本 那这期视频分享给大家 主要是因为确实比较有意思 而且很有节目效果 那当然了 这个1-6的难度确实有点太高了 我玩的实在是太痛苦了 总之呢 希望大家无论如何 都能从我这期视频中 收获一些快乐 就算你不太喜欢这个改版了 也希望不要去攻击作者 或者攻击改版什么的 毕竟这只是一个没公开的内侧版本 而我的视频呢 也就是希望给大家的闲暇之余 增加一些快乐 那希望这期视频大家能够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那天我一如往常打开了植物弹僵尸 一如往常进入了学生卡界面 一如往前看到了 呃 是我眼花了还是闹鬼了 呃 大夫花 仙人掌大夫 大夫投手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话说大夫不是我们那个 屁用都没有的好邻居吗 现在怎么被说是花坡里的植物了 咱能不能不要往DNA里注入奇怪的东西 呃 那 总之先开着游戏 看看这大夫有什么用吧 开局还是和正常的一样 先留点小时会和豌豆射手 呃 眼光够了 来 大夫射手 申请出炸 卧槽 绿色的根底上长了一个大夫头 然后会进行口头分方 发着红色子弹对僵尸进行浮光攻击 还会伴随着 这样的声音 呃 就算打不死僵尸 这样能把僵尸炒掉死吧 视频还能送到这段玩游戏的舞 一级正在看这段视频的你们 但是大家别怕 我直接开进经营模式给他一个大嘴巴让他闭嘴 诶 是不是世界安静下来了 请说 谢谢你华生 那接下来咱们种下第二个大夫吧 呃 此时此刻 虽然我还没有种下这个寒皮大夫 只能看到了他粗壮的麒麟臂 援助提搬的身体 但我的大脑已经感到着激动的害怕 凤凰的在拉近帮提醒我 不要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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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男人呢 总是要直面一些东西的 来吧 啊 他直接把僵尸抓在了手里 然后翻炒起来 扰了出去 哦这是何等的牛皮 呃 我又在不及间中下了什么 一个婴儿大夫开着一辆玉米相当炮的车 哦不对 这是一个抓捕换机 难道说用这个爪子可以把僵尸抓起来啊 呃 你特别是抓 看看下一波又会出什么吧 是骑摩托车的恶灵骑尸僵尸 啊什么呀 我这边的大夫呢 直击突变长得丑了一点而已 你们僵尸也翻不上去摩托车来创嘛 哦咱还有个大胖子僵尸 还来射线没少吃啊你 啊 他自爆了 变成了一团毒物 然后把僵尸都吸引下来了 哎我看了没扫兵车的呀 这僵尸专门跑这一行 还懂车似的是吧 啊 我他妈 重新挑战一下 这是咱们带了 大夫投手 他会一直扔出平底锅进攻击 杂欲碰到的僵尸 感觉有点高级玉米投手的感觉 控制效果很强 这次应该好好打一些 大夫 啊啊什么东西啊 从门里跑出了一个大夫 你没事吧 他还在移动 移动的就像个460延迟的卡币玩家 哎你要去哪呀 卧槽 屋里去鬼 咱们的大夫还在个拳机上 这实在变了呀 以前咱们大将士种的是植物 现在大将士用的是拳头 大夫大师好像打不太动铁桶啊 倒是顺手把下面的两个小虾米干掉了 来吧 炸 呃 大夫大师消失了 看样子是体力不治葛屁了呀 毕竟和僵尸对拼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咱们呢也要多多理解他 呃你怎么又出来了 体力恢复的这么快吗 呃 还有枪呢 和拳头比还是这玩意好使是吧 啊 我去 这次才是真的时代变了 哎又枪是吧 这将士怎么打得过我们呀 太棒了吧 撒 呃就是不太持久了 打了一会就虚了回去了 没事没事 后面的就交给我滑枪来吧 下一波 兔女郎女仆将士手刀其冲 听不出来感觉还挺有冲击力的 而实际观感 呃同样是很具有冲击力啊 直接给他抓过来物理超多了 九七哥 还有谁 还有 呃 呃 呃 那他妈讲的是过于魁梧了一点吧 去健身房教练都得给你办张卡呀 哎这什么呀 什么又来一个啊 还好咱们的大夫组合控制很强大 只要把他控住了 再强大 那都是假的 直接洗内 下一波 而这一波 僵尸们则是派出了精英组合 都是僵尸的首当其手 看来面对我们的强大攻势 僵尸们终究是研究了一些学法的东西了 但除了这个神神道德的道士 其他系统的压力也特别大 几种僵尸 普通僵尸 通女郎僵尸 集体出动 难道说这次我们真的要吃鞋了吗 呃 大夫又出来了 但是我真不觉得你能打过他们 撒 停停停停停一下 我大脑有点反应不过来 你这遗伏怎么那么像孔明啊 这痴儿包又是头脑来的 你要干什么呀 我好 这叫弱雷攻击 你大夫你那么离谱的吗 这就是把大物的全干掉了 我去 大夫是牛的呀 这不好是我狗眼看伏地了呀 我太猛了 那咱们还怕个屁的僵尸啊 呃 这什么玩意儿 虫子僵尸把家偷了 但是游戏还没结束 咱们这边的大夫头肉还在攻击 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啊 又进去了 但是只进去了一点点 这人在嘚瑟是吧 让我吃鞋了 然后故意不进去 你死有什么大病吧 我他妈